舞台上 一名长发歌手 向着台下的歌迷们 缓缓地诉说起了自己的下一首歌 那是他在一个相当黑暗的时刻完成的 是在他死去的那个晚上 他告诉歌迷们 一个人可以穷尽一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即使那个人的执着 让周遭的人都觉得他已经疯了 然而 有时候那个人却并不会那么做 他一次又一次地开演唱会 只为积攒更多的钱 慢慢地 他变得机械 甚至在死亡的那一刻 那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音乐 会与自己一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在意自己 没有人会在意这些 但今晚 他看到了为他而来的歌迷们 长发歌手能够预感到 这将是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演出 如同狄伦托马斯的诗词一般 尽管夕阳会沉入大海 但他也终将在此升起 虽然爱人也会失去 但爱情永存 死亡永远不能泯灭一切 活死人歌手表示 自己还有许多音乐需要演唱 现在音乐开始 而此刻 距离机日结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此时 楼上的丹尼尔刚刚为杰瑞米缝合好了伤口 虽然心里很不舒服 但对于身后的不速之客 丹尼尔还是提醒他 不要乱动 自己也不知道那么大的伤口会不会崩裂 毕竟自己以前缝合的 都是不会动的玩意儿 杰瑞米调侃了一句后 惬意地躺在了床上 看着天花板的他不禁感慨 这就是自己曾经梦想的生活吗 和梅丽莎在一起 很幸福吧 丹尼尔却不爽地让他尊重自己的妻子 毕竟梅丽莎在今晚 可是救了面前这个机车男一命 而且这是在自己家 听到这话的杰瑞米一个翻身 从床边站了起来 此时的他话语中充满了怨恨 丹尼尔的家 丹尼尔的生活 丹尼尔的妻子 现在他很想知道 丹尼尔过着本应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丹尼尔听吧 不爽地回怼杰瑞米 这些生活本来就不属于杰瑞米 是他自己为了点破钱 抛弃了深爱他的梅丽莎 听到这句话的杰瑞米瞬间怒了 他快不上前 抓住丹尼尔的衣领 做事叫挥拳殴打下去 可此时的丹尼尔丝毫不慌 他嘲讽地告诉杰瑞米 好啊 那就打吧 用自己刚刚为他缝合好的胳膊 来打自己吧 听到这句话的杰瑞米瞬间蔫了 丹尼尔告诉他 杰瑞米就是一个纠缠自己婚姻的阴魂 而杰瑞米最好认清自己 说着丹尼尔便转身 继续整理起了自己的工具 杰瑞米思考了一下 大声地告诉丹尼尔 自己从来都没有抛弃过梅丽莎 是有人将自己从梅丽莎的生活中带走了 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想给梅丽莎更好的生活呀 说着 杰瑞米当着丹尼尔的面 摘下了自己的头盔 头盔下的 是一个颅骨扎裂 一只眼珠掉挂在眼眶上的可怖面孔 杰瑞米告诉丹尼尔 这就是自己努力之后 唯一得到的东西 看着这张脸的丹尼尔不禁皱起了眉头 接着 他从工具箱里找出一个重型出现 扔给了杰瑞米 如果活死人不怕疼的话 丹尼尔觉得 杰瑞米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脑袋 修复得好一点 他要下去看孩子们了 杰瑞米如果想在他的家人面前出现的话 最好修复一下他那张可怕的脸 最后 丹尼尔补充了一句 他告诉杰瑞米 如果真的很在意梅丽莎的话 杰瑞米自己应该清楚 只有远离自己的家庭 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同一时间 围绕着圣母大人的富足主义者们 询问起了下一次祭日的时间 圣母展开双臂 感受了周围的环境 接着 在深吸一口气后 圣母告诉自己的信徒们 下一个祭日将在两年零六个月 又十二天后开始 布兰登小心地询问莉莉 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丧尸之王呀 莉莉回答说 请保持尊重 她是圣母大人 在每个祭日时 都会出现在信徒之间 给予信徒新的启示 正在二人说话间 领头的信徒将装满金币的盘子 递给了圣母 这是信徒们给予圣母的祭品 圣母转头告诉她 自己是不是曾经说过 自己又不是什么女王 见面的时候 没必要给她跪下 说完 圣母又面对着祭台 引诵起了虔诚的祷告 她的祷告词中 充满了生者对死者的不舍 在用手感受着祭台上 信徒们的鲜血时 圣母又对每一个信徒 下达了自己的指示 她提醒一些信徒 遵从本心 也提醒一些信徒 认清自己的罪恶 以及要好好的 对待自己的家人 最后 圣母居然叫出了布兰登的名字 不想和这些事 扯上关系的布兰登 非常抗拒 但在朋友的怂恿下 她还是乖乖的 来到了圣母的面前 圣母告诉布兰登 自己知道 她并不是自己的信徒 而是因为喜欢自己的 一个信徒 才来到了这里 现在 布兰登看到身为 丧尸之王的自己 她是否感到害怕 布兰登有些惊恐的表示 是的 圣母见她如此诚实 便告诉她 好的 那么她现在 应该赶紧回家 因为她死而复生的父亲 回来找她了 听到这话的 丹尼尔有些不解 自己的父亲 明明还活着 怎么就死而复生了 圣母歪着头询问她 她确定自己所想的父亲 就是自己真正的父亲吗 此刻 布兰登真正的父亲 正在询问梅丽莎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自己还有一个孩子 梅丽莎无奈的回答说 自己尝试过跟杰瑞米沟通 但杰瑞米之前一直表示 不想关注自己的任何生活 自己已经试过了 接着梅丽莎告诉杰瑞米 她的儿子叫做布兰登 本来自己和丹尼尔说过 有机会的话 会让他们父子相见 当然 前提是杰瑞米愿意 去见自己的儿子 不知道梅丽莎的哪句话 触动了杰瑞米的神经 她大声的指责梅丽莎 自己知道梅丽莎瞧不起自己 而且在那个晚上 梅丽莎命运可以阻止自己的 但她没有 梅丽莎是不是本身就想让自己去死呀 梅丽莎伸手让杰瑞米冷静一下 接着 她解释起了那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事杰瑞米应该记得 她是在半夜跑出去的 而等梅丽莎发现杰瑞米离开后 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个时候 梅丽莎一直在祈祷 希望杰瑞米只是遇到了麻烦 躲在哪里避风头而已 直到几天后 警察发现了杰瑞米的尸体 而在相同的一天 梅丽莎检测出自己怀孕了 杰瑞米生命延续的出现 让梅丽莎暂时断绝了 想要追随而去的念头 但只要来到曾经和杰瑞米相关的任何地方 梅丽莎都会痛苦的想要跟随而去 而有一天 在梅丽莎真的承受不住 想要离去的时候 一个善良的男人出现了 是丹尼尔 某种程度来说 是她拯救了梅丽莎 同时也拯救了杰瑞米的孩子 可杰瑞米并不吃这一套 她不爽的告诉梅丽莎 是啊 那个人随便答一个话 就泡到了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妻子还给她生了个女儿 她可真他妈的幸运 看到杰瑞米有些消气 梅丽莎继续上前安慰 可突然 一阵刹车声从围墙外响起 杰瑞米顿感不安 而如同杰瑞米所猜想的那样 缠着绷带的比利 从小轿车上走了下来 拿着手枪的比利 嚣张的呼喊着杰瑞米的名字 她说太阳还没有升起 即日还没有结束 而自己已经做好准备 再杀杰瑞米一次了 听到比利的叫嚣 梅丽莎有些吃惊 她应该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啊 然而事实就是比利知道 甚至为了万无一失 比利还带来了一些帮手 就那样 一群全副武装的生命监禁者 整齐有序的从皮卡上跳了下来 而另外一遍 莉莉想要拦住准备离开的布兰登 这一次布兰登因为圣母所说的话 非常生气 就连扎克都觉得 那个老神棍是个骗子 接着扎克告诉莉莉 她本身对这一切就没有什么兴趣 他们来到这里 只是因为布兰登喜欢莉莉而已 听到这番话的莉莉垂下眼眸 有些抱歉的表示 自己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些 布兰登不爽的指责着莉莉称呼的圣母大人 那个女丧尸以为她是上帝吗 她说的那些话她能负责吗 莉莉让布兰登冷静一下 圣母是不会开玩笑的 她只是想帮忙 圣母所说的话都是实话 也都是人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布兰登此时眼睛有些发酸 她提声的告诉莉莉 如果圣母所说的话是真的 那么自己就得面对自己活到现在 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的事实 这难道就是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吗 布兰登的话让莉莉一时不知该如何去安慰她 而此时的布兰登彻底绷不住了 她哭泣着骂道 自己就不应该来这里 莉莉也不应该邀请自己 而此刻空灵的女生又一次在布兰登的身后响起 她告诉布兰登 她并不是生活在谎言之中 这只是一个秘密 而如果布兰登想的话 自己会留在这里 帮助布兰登的 画面一转 房间里的梅丽莎正紧张地看着窗外 她询问丈夫丹尼尔 杰瑞米从后墙翻出去的话能跑掉吗 丹尼尔遗憾地表示 靠着杰瑞米被射成筛子的腿 估计不能 叹了口气 梅丽莎向着丹尼尔道歉道 她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她也不想把自己的家人带到危险里 他们来的时候 明明已经甩掉了比利的保镖 丹尼尔看着妻子 让她不要去想这些了 现在的问题是 接下来他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门外的那些生命监禁者 肯定会从正门闯进来 到时候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把布兰登的父亲交出去 看着他被焚烧 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梅丽莎再次叹了口气 接着丹尼尔的话说了下去 第二种选择 应该就是他们尝试击退这些人 对吧 丹尼尔耸了耸肩 无奈地表示 无论怎样 自己百分之百 都会选择支持自己的妻子 此时的后院里 杰瑞米正尝试从围墙翻出去 生命监禁者在围墙外防守 猛烈的射击让杰瑞米再次摔回了后院 而此刻梅丽莎的小女儿朱莉 出现在了杰瑞米的面前 房屋外 比利不爽地质问生命监禁者的领头 明明已经找到了杰瑞米 为什么不进行抓捕 领头愤怒地表示 比利之前没有告诉过自己 这里还有孩子 自己手下刚才的射击 甚至差点伤到那个小孩 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保护生者 而不是伤害生者 保护生者 比利直消了自己脸上的纱布 自己都变成了这样还说什么保护生者 现在伤害了自己的死者 就在那个房子里 自己之前打电话叫他们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 然而 面对歇斯底里的比利 领头却丝毫不被所动 看到领头这副样子 比利放软了语气 他表示自己可以给钱 多少钱都可以 然而领头对于比利的话 嗤之以鼻 他告诉比利 自己的手下全都是上帝的战士 不是资本家的雇佣兵 而就在此时 一阵熟悉的声音传进了比利的耳朵 梅丽莎拿着手枪和她的丈夫 出现在了门口 她大声的警告面前的所有人 如果想要抓人 那得先从自己的尸体上 走过去才行